3月11日 美國情報總監辦公室發表《2024年度威脅評估》報告 將中俄以及伊朗列為對美國最直接和最嚴重的威脅 單獨列出的對美國的國別威脅部分 中共治下的中國被排在第一位 報告警告說 在中國面臨嚴峻的人口和經濟挑戰下 中共可能更具侵略性 也更加不可預測 報告用了相當多的筆錨列舉來自中共的威脅 包括中共黨魁將它們自基視為東亞的卓越力量 和世界舞台的主導力量 中國共產黨將會試圖先下手為強 阻止對它的信譽和合法性的挑戰 削弱美國的影響力 挑撥華盛頓和合作夥伴之間的關係 並培育有利於當局權威制度的全球規範 報告強調 最重要的是 中共將會要求統一臺灣 這將會是中共和美國產生衝突的關鍵 美中因為臺灣問題發生衝突 將會對美國和全球經濟產生嚴重影響 包括中斷先進晶片供應 其中90%的先進晶片 都是由臺灣生產 報告也預測未來幾年 中國經濟將會放緩 原因包括結構性障礙 以及北京不願意採取積極的刺激措施 來促進經濟增長 雖然中共明白問題所在 但是就依然迴避改革 報告也估計 中國經濟放緩 可能會壓低全球大宗商品價格 減慢全球經濟增長 但是不是太可能 減少北京對國家優先事項的支出